今年台北攝影替材展呢 我有去幫忙一下弗倫達老闆 那我們去分享的這個Irix鏡頭 就佔了一天 分享 然後跟各種攝影師交流 跟大家說這個鏡頭怎麼樣 特性怎麼樣 因為我買了兩支 現在我在用11 那這裡也有一支150的微距鏡頭 這天天都在用 那他們電影系列的鏡頭 其實跟攝影系列一模一樣 只是它的外型就是加了齒輪 讓你跟焦可以比較方便 那目前最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焦段不太齊全 就是它在50到150之間 沒有任何焦段 所以它出了一支新的65mm 現場有展示 因為這支只有發表 但它沒有上市 也沒有任何 任何人碰到 所以我就摸到那個prototype 也試拍了一些 真的是超帥 超讚的啦 反正你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歡迎 再去交流交流